動畫推出到第四季的人氣作品 在地下城尋求洩後是否搞錯了什麼 推出了全新動作 RPG 手機遊戲 在地下城尋求洩後是否搞錯了什麼 戰鬥編年史 劇情收入了動畫 1 到 4 季的內容 部分橋段還用 3D 動畫重新製作過 讓看過動畫的玩家在回味劇情時也有驚喜 戰鬥方面角色有種感受 花園原作的招式和必殺技來進行攻擊 畫面以高水準的 3D 技術呈現 玩起來就像是在看動畫一樣 女神大人的大水球還是那麼生動呢 戰鬥中可以根據情況切換角色 如果敵人要使出強力攻擊 就換上防禦型的角色降低損傷 支援型角色則能夠為隊伍恢復生命值 也能夠叫出支援角色帶來各種增益效果 雖然有自動戰鬥功能 不過欸 傻傻的不會切換角色 遊戲遇到BOSS 的 DPS 檢測沒過 角色通常會直接升天 為了避免任務失敗 必要時我們還是要手動操作喔 遊戲有著大逃殺玩法的魔石爭奪戰 8 名玩家要在逐漸縮小的場地內互相傷害 搶奪對方的魔石 玩到後面都不知道是誰在打誰 偷襲尖尾刀樣樣來 場面相當歡樂 另外還會定期更新由原作者 堅修的原創活動劇情 想看到更多角色之間的互動發展的話 可不能錯過啦